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角刷刷几下写完试卷 看到闺蜜愁眉苦脸的样子实在是不忍心 于是把答案抄在橡皮擦上传给闺蜜 什么都不会的闺蜜终于通过了考试 而女主角也找到了发家致富的方法 当枪手 闺蜜的男朋友是个富二代 成绩却不怎么样 于是她提出让女主当枪手 并承诺给她一大笔钱 女主帮助富二代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获得了丰厚的报酬 便对自己的计划更加自信了 甚至还一次帮十几名同学作弊 可是这一次 鹰沟里翻船了 一个同样天才的男生 无意间破坏了她的计划 女主当枪手的事情被发现了 父亲狠狠地教育了她 这时女主闺蜜和她男友即将面临出国考试 于是她们又来找女主 女主答应她们干最后一票 但是这次考试 还有填空题和作文题 想要传递答案不容易 还需要另外一名天才 配合才行 但是耿直的天才男是不可能答应的 于是富二代就偷偷地叫黑社会打了天才男 并将她丢到垃圾场 天才男错过了第二天的奖学金比赛 迫于生活压力 只好当了枪手 然而富二代有一次说漏了嘴 天才男知道了 自己挨打只是有钱人使的一种手段罢了 钱是一切的主宰的观念 深深嵌入到她的脑海 她想要很多很多的钱 于是在开考之前 她要求加价 在两人的配合下 作弊终于顺利完成 两个学渣高分通过了考试 而天才男却不幸被抓 还被学校开除了 女主觉得很对不住天才男 于是她拒绝了那一大笔钱 并与天才男相约在洗衣店见面 而天才男却提出继续合作赚大钱 还威胁女主说 不干的话要举报她 女主看到曾经耿直无比的天才男 毁在她的手上 心都碎了 为了救赎 只好到警察局自首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皆有错 但若一错再错 那么这个人离毁灭 也就不远了 喜欢的朋友 评论关注 转发一下 晚点 明渐